大家好, 又是GameplayHK的模型頻道 這次由文仔模仿盡粉 介紹一下我之前失蹤了一段時間的模型作品 我Elly都在, 因為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這次也要看看, 哇, 金屬紅啊, 文仔, 進步很多啊 這隻是戰角耳端的, 在Gundam Build Fighter那時推出的 我覺得它真的蠻有型, 我很喜歡戰角的東西 所以我就特意買它出來, 加一下武器上去 我又覺得它那些武器pack我又不喜歡, 所以就自己加上去 哦, 有些東西是自己加的, 待會可以講解一下, 到底加了些什麼 好啊, 好啊, 好啊 對啦, 之前Elly和阿俊答應過, 說那些會找數的貨 不知道是不是還沒記到來吧 那我就拿著我可以找到數的那些 幫我們頂一頂, 是不是呀?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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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些什麼, 怎樣改過, 改好少的東西而已 那, 只是改了顏色啦 突然之間, 加多幾把小刀, 矛, 之而此類的東西 那, 因為HG 的關係呢, 容易改很多, 成本又便宜一些 我會喜歡的 那些刀是哪裏來的? 那些刀是, 呃, 售屋的武器來的 哦, 售屋的武器, 是呀, 額外賣的 那我喜歡一些日本東西嘛, 在售屋特意買一些日本刀 其實他一個人呢, 只有一雙手啊 其實他的設定是有四隻手的 是嗎? 是的, 不過我很不喜歡他四隻手 什麼事呢, 你說是嗎? 怎麼有四隻手啊? 有的, 他自己本身是兩隻手的嘛 旁邊的黑色的位置, 是拳頭來的 這個位置是拳頭來的 哦, 都是手來的? 是的, 又可以是把刀的 哦, 所以你就有四把刀給他了 哦, 不是呀, 其實是六把刀 六把刀呀 加一支矛 其實他主要的位置, 我把白色的部分 就改了做金屬紅 那有些位置就改了做金色 那當然就自己看看怎樣改 但是紅色的位置, 我很多都改了做金色 其實大部分都是... 紅色的位置, 我大部分都改了金色 那某些位置, 我就改了黑色就算了 那有些層次感 個人認為 OK呀, OK, 做得挺漂亮的 這些改色, 一流 我覺得還沒算是最好的 因為我還是在砌模型方面, 我還是在初學 我還是在試色 不過我懶得, 我不喜歡用金屬去試色 我拿整隻東西去試色 所以就變成了這樣的色 錯錯的, 不要介意 先試一下活動能力 不過這隻東西, 我就不太喜歡它的活動能力 不知道是因為HG, 我沒有砌過MG 為什麼它好像殭屍那樣的姿勢呢 就是因為它後面有一把刀 因為可能HG的活動範圍的關係 那我一動的時候 刀就自動退後了 很有型的 真的很有型的 它的姿勢是很有型的 但是如果它不小心碰到牆壁, 就斷了嗎 那就看看它有跌得多傷 不過90%一定會斷 因為它的設計是直覺型的 所以也沒辦法 說了一塊袍 這塊袍其實是很有型的 因為都是窮的關係 我的東西全部都是拿朋友的 是好像一隻叫龍卷的東西 那我就拿了我朋友的袍 給了我自己用 那我現在就揭開一條裙底給大家看看 裙底? 你看到, 遮掩遮掩 是不是大家有點興奮? 好啦 咦, 為什麼沒有背包? 是啊, 特地不裝 因為家裡不接受到任何類似骷髏骨頭 哦 即是你放在家裡 但是媽媽就說 咦, 什麼來的? 兒子 我拿來供奉 因為我媽媽不喜歡 所以就不裝 高大是自由 那我給大家看看照片的骷髏骨頭是怎樣 是啊, 很邪惡 很漂亮 這隻腳後面 金色 是啊 這裡也噴了金色 是啊 金色加紅色 其實真的 有點像Iron Man 對 對, 一絕 像Iron Man 是啊, 所以 不是的, 都是自己喜歡的 都拿出來嗎? 不行的, 假的 因為這些是假的 好, 那我現在就嘗試一下 好, 先把手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了 先抹一抹 我已經盡力了 對不起 我已經盡力了 我已經盡力了 他已經盡力了 不要選擇 你敢讓我大一點嗎? 最好不要 因為我也怕他會... 我先試一下 好 其實手向外是有點關切嚴的 50肩的 我覺得是他腳底有熱 腳底有些熱 壓著 然後呢 向前也可以 我可以 向前是OK的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是把刀和角的關係 這裡嗎? 即是你們說 這裡 這隻角和刀 太近 對 所以 所以 它是... 有點問題 我看Gundam Bill Peter 是動得很暢順的 嗯... 是 哈哈 我就是買的時候 就跟... 被他fake了 同一套影片 一定是活動能力 就差一點 是啊 不過不要緊 說真的 我玩模型 都不想怎麼大的動作 噴了油 對 做好了姿勢 噴了油 玩得多了很危險 是啊 腳的動作呢 活動範圍反而很大 好像瑜伽一樣 厲害 可以射衝力射球 是啊 我感覺上這架機 如果他走到就走得很好 但是他攻擊人 因為隻手動不了 攻擊範圍就弱一點 嗯... 逃跑專用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作為一個戰士 是不會逃跑的 如果逃跑就要徹覆了 是啊 那我呢 因為之前 有玩過 那些戰國遊戲 那些戰國遊戲 很流行什麼 六刀流 噢 所以給六把刀 所以我真的特意 加了 手屋幾把刀 出來給他們用 其實很搭配 是啊 但是你怎麼放上去呢 而這顆東西 就真的 是我朋友 不要那隻熊迷的RG 而那個是 裝在腳上的劍 那兩顆東西 這麼巧又真的適合用 那不用錢的 用來用 怎樣用法 試一次吧 其實只不過是把刀 抱歉 因為刀是扔回鑽頭裝的 把刀的東西 因為我都要刮 要磨才適合用 我要特意逃跑 嗯 那就是這樣 其實只不過很普通的 放進去 其實就是這樣了 靈活就很大了 而且好像霸氣一點 是不是好像帥氣一點 帥氣一點 帥氣 另外那邊也是 對 就是這樣 是不是好像 整隻東西好像完全不同了 多兩把刀 和少兩把刀的分別 攻擊力應該強了很多 是啊 如果玩怕人大戰 他一定要用熱血 或者用 氣盒 氣力150 哈哈 一次過飛六把刀出去 還加上千矛 七支飛出去 我就很喜歡這隻東西 不論配色 可能很大路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還有第一次 試噴這個 金屬紅 我自己也 就是 你覺得這個金屬紅 是這次的一大特色 嗯 不是 是我第一次噴的 我第一次噴金屬紅 是啊 那噴得好不好 你覺得 我覺得差點 因為我覺得 可以再鮮紅一點 噢 現在這隻 我就變得深紅一點 下次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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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其實我現在在密謀另一隻的設計 已經是 是啊 是什麼來的 可以送給別人的 是什麼來的 可以透露一下 沒有的 我打算送給GamePHK 是嗎 是啊 真的開心 現在就在想一幅設計圖 好啊 研究一下襯色 好啊 就是這樣 嘴巴很特別 我很喜歡 有塊類似那個罩 我知道你感冒那些 嘴巴 嘴巴 是啊 這裡 看到 這裡 我看了 這個都很難遮 其實都很難遮 要分析的 分析的 自己遮的 這個都很難 對於我來計 初學是比較難遮 對於我來計 不是啊 這個都很漂亮 對 對 很厲害的了 有兩隻牙齒在 嘴巴 是啊 你還要遮一個尖牙齒 是啊 所以 真的很棒 嘩 不得了 這隻東西裡面 本來沒有枝毛的 大家有看卡通片 都應該會知道 它沒有枝毛的 但是呢 我特意 浪費了40元 買了一盒BB戰士 BB戰士 是 哪一盒來的 叫珍田杏村 然後呢 那 因為我看中了它的枝毛 是 但是你知道BB戰士很高大 哦 是 那枝毛是很短的 是 那你應該看到兩邊的薄口位 先看一下 對 讓我測試一下 看到 這裡有一個薄口位 是 這裡也有一個薄口位 那 因為我不懂得做 所以我特意找了阿俊幫忙 又是阿俊 又是阿俊 我也是找阿俊幫忙的 是嗎 當然 薄牆這些 他耍的 沒有沒有沒有 下次做什麼要找他幫忙 我們記得找他 可以可以可以 吃飯不夠錢 都一定要找他 那 你知道薄牆有些毛 那我這隻HG 一定要薄牆 薄牆才有份霸氣 所以就特意搏長 都這麼長 嘩 真的 完美 很喜歡 托著也嚇到人 托牆 是啊 古代很流行 古代很流行 拿著他 在身邊轉來轉去 關攻 那些芝麻 不 如果這個姿勢一定不是 這個姿勢 在古代幫人牽馬的時候 順便托牆芝麻 就是這樣 是牽馬嗎 不是 因為他沒有傭人 我自己也做了 好 就是這樣 這隻戰角二端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真的喜歡我這隻 改了色的作品 遲些 遲些我可能會把我 失蹤這段時間裡面 即是在打大灰熊的時間 再發出其他作品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好 期待你的作品介紹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